大家好,歡迎來到日更頻道,今集繼續同大家更新澳門最新的疫情資訊,根據剛剛最新的消息,澳門新冠陽性個案增加到21人,衛生局局長羅亦隆說到今日下午4.3天,新冠陽性個案增加到21人, 一共16名女性5名男性,年齡分別8個月至89歲,這個男女比例好似有些奇怪,年齡去到8個月,真是有BB仔都有確診度。 其實今日都去了核酸檢測站那邊看過,亦都有網友幫我拍過影片,就見到,其實以現在今日來說,核酸檢測排隊的情況不算得上太多人太誇張,可能每個人都已經提前做了網上預約, 如果是做了網上預約,就會達到一個分流的效果。 但是,以我所知,有不少遊客,其實都比較心急想做核酸檢測,因為他們都回不去,不知道他們今次在澳門要留多久了。 而另外,根據教清局指引,未來3至4日都會繼續停貨。 他亦都說到,是很大機會延續到一個星期,如果按照教清局標準來看的話,澳門其他公共地方或是可以營業中小企甚至堂食,可能禁堂食亦都要延續一個星期。 好了,今集同大家更新到這裡,大家有什麼想說,下面留言,我們下集再見,拜拜!